要面對這個問題 不能再自己騙自己了 對 對不對 我自己用什麼戰略定例啦 敵不動我不動啦 那敵不動我不動 下面一句是什麼 敵弱動我先動 我是王秉忠 王秉忠來了 俄乌戰爭打到現在快兩個月了 嗯 大家突然發現 美國還是很厲害的 嗯 壓死的駱駝比馬迴 所以 美國現在國內啊 還出現一種聲音哦 這個聲音就是 利用這個機會把中俄一鍋端 所以過去我們會認為說 烏克蘭在鬧事 美國要對付俄國就不可能 有餘力對付中國 而且會拉攏中國 對而且反而是要靠中國 來幫助美國能夠來處理俄國嘛 過去是這麼認為 可是現在老師說反而 美國有些野心家覺得 現在剛好中俄一起解決 所以他們現在的觀念是這樣 嗯 他們認為俄羅斯 嗯 現在落入了戰爭的泥鬧 嗯 而他認為中國 好多年沒有打過戰爭了 嗯 所以儘管他的綜合國力成長 儘管軍事力量呢也在增長 嗯 可是因為他沒有實戰的經驗 嗯 所以這是一個中國解放軍 比較 空窗期的時候 嗯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機會 乾脆把中俄一鍋端 嗯 這是美國的現在想法 跟原來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的認知不一樣 我們原來的想法是認為你美國怎麼敢跟中俄 兩面 對對 當中俄聯手的時候 你美國就不是對手 你美國就左之右處 嗯 可是現在美國有一批 所謂的激烈分子 嗯 他們認為 這時候把中俄一鍋端 對美國是最有利的 嗯 是最好的時機 所以把俄羅斯困在 烏克蘭的戰場 嗯 然後在台海聲勢 嗯 我看最近 嗯 拜登的戰略思維 嗯 有一點像這個方向體現 哦 我們一般認為說拜登相對比較溫和 或者是比較穩健 老是覺得拜登可能最後走上是這種野心的道路 我看拜登現在年紀大 年紀大了以後 老兒不死是為賊嘛 嗯 孔子也說老年人借智在德嘛 嗯 拜登很可能現在的想法 比他過去 在 奧巴馬時期 當了副總統的時候 更加激進了 嗯 所以他 最近準備要進行的亞洲行 很明顯的劍指中國 很明顯的要在台海聲勢 我老是覺得現在馬上五月份 拜登的亞洲行劍指中國 當然 你看這個亞洲行的佈局 嗯 就日本來說 日本理論上岸田文雄的內閣 嗯 應該是比較謹慎的 嗯 比較保守的 對 可是現在顯然不是 以日本現在岸田內閣 跟過去 大家認為很好戰 很右翼的 安倍內閣 嗯 很顯然走的是同條路線 他沒有比較緩和 對 而且比安倍內閣可能還要更前進 哦 所以他們現在積極的在進行 美日之間的軍事同盟 嗯 日本也希望借著美日軍事同盟 讓日本回到二戰以前 那一個強大軍事力量的日本 而且要跟美國一樣打台灣牌吧 這是日本的圖謀 嗯 然後美國也全力的介入韓國的大選 讓比較不親美的李在明 嗯 這時候以非常微小的 百分之0.75的選標差距輸掉了 嗯 結果影席月贏了 而這次拜登的亞洲行 會跟影席月見面嗎 嗯 所以他顯然會跟韓國之間 增加更多的聯繫 在韓國增加更多的軍事的部署 這都是以前文在寅不同意的 嗯 但是影席月完全配合美國 嗯 他會在韓國增加軍事部署 那這一來的話 很明顯的會刺激到 北韓 會刺激到朝鮮 嗯 所以整個的 朝鮮半島的形勢 嗯 也會緊張化 再如果這樣往南走 很明顯我們說馬上 對 菲律賓五月 要總統大選 嗯 當然小馬可斯 嗯 應該是當選 是沒有懸念的 嗯 那馬可小馬可斯上來之後 是不是會走 過去的杜特爾特 杜特蒂的路線 反美的路線 對 不跟美國扯的 我覺得 要打下問號 哦 因為小馬可斯的爸爸馬可斯 當時候靠政變上來 嗯 小馬可斯當時 也是完全爆美國大火 對對對 也是完全的親美啊 對 那小馬可斯基本上也是個政客吧 嗯 嗯 所以小馬可斯 會不會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變了 也大幅度的倒向了美國 嗯 然後再加上五月二十一號 澳大利亞要選舉啊 澳大利亞不管是現在的自由黨 還是將來可能上台的的勞動黨 他很可能走的都 都還是清美的 完全爆美國大火的路線 對對對 所以美國基本上 他已經布好了一個對中國圍堵的 一個所謂的現代島鏈 嗯 這個現代島鏈從日本 韓國到台灣到菲律賓 然後到澳大利亞到印度 當然印度現在出了一些問題 嗯 那麼這是美國要圍堵中國的一條 現代的島鏈 這個現代島鏈是介於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 嗯 這是美國現在部署的圍堵中國的島鏈 那最近呢 拜登的亞洲型就是要把這一個島鏈 現在島鏈強化 嗯 從日本韓國到到東盟 本來是拜登要去造集東盟的十個國家 來共同聽他的調度 聽他的指揮 可是他發現東盟的國家只有新加坡 那麼願意接受美國的召喚 但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又不見得跟美國的想法一模一樣 所以拜登才會親自要到亞洲來 要把東盟的十個國家要緊緊的枯在一起 哭在一起的目的幹嘛 也是禁止中國 然後他必須要說服 印度的莫迪 也跟美國走在一塊 他甚至讓莫迪覺得 你繼續親俄羅斯可以 只要跟著我美國一起反中就可以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很明顯的 他已經要去台海聲勢 他要去對付 要去對付中國大陸的意圖 非常的清楚 而且最近美國不是已經宣布 說要 蔡英文當局去建設太平島 對 把太平島的機場的跑道 由現在的一千一百五十米 要延長到一千五百米 而且要擴建碼頭 而且要偵測雷達站 這都是準備在南海裡面 因為在太平島的附近 就是中國大陸的幾個人造島 而這幾個人造島 就是美國所謂的海上長城 所以美國現在的目的就是說 今天菲律賓大選完 美國就會想辦法讓菲律賓 在蘇比克灣克拉克基地恢復 然後加上太平島的部署 再加上拿下越南的金南灣 他就形成一個南海的鐵三角 用這一個來做處理南海的問題 然後就台灣 當然這時候要打台灣牌 那台灣牌呢 剛好蔡英文 他本身第一個為了應付選舉 挑動民粹 那二者蔡英文也想在他任內 在整個台獨上面 能夠有顯著的前進嘛 所以台灣牌就 拜登來說正好適逢其時 所以剛剛老師講了 就是說這個拜登亞洲行 要重新強化 鑑於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 防堵中國的這個現代的 圍堵中國島鏈 不過也有人會認為說 比如像東盟的話 還是有些經貿上和中國之間的很多往來和利益 所以美國要真的建立起這樣的一個防堵中國的島鏈 有這麼容易嗎 中國人愛好和平嘛 嗯 所以中國人對很多事情可能嘴巴講得很硬 嗯 但在行動上面 嗯 卻很軟 嗯 美國人基本已經看穿了 是 因為看穿了他知道 讓東盟的國家 讓東盟的國家 其實本來東盟的國家一定要選邊 就如今天的台灣 對 台灣沒有辦法 台灣是不可能 你說 又清美又核中 對 不可能 嗯 可是呢 就東盟的國家來說 經濟靠大陸 哦 然後國防安全跟美國走 對 沒有錯 中國大陸本身在對東盟十個國家 中國大陸還是採懷柔的方式 美國就抓準這一點 他就足以說服東盟十個國家跟在美國的屁股後面 做美國的跟屁蟲啊 你們既從經貿上面 繼續維持與中國大陸的交往 得到中國大陸經貿的利益 嗯 但是我一旦美國一聲號令 在政治 在防務上面 在防衛上面 你們跟著我美國屁股走 那這個這個會變成更可怕的一個現象 不就跟我們一直批判的 說在台海問題上 大陸一方面 繼續對台灣有很多會台措施 兩岸的經貿如此密切 蔡英文上台以來 台灣還創下了 比過去更高 與大陸之間的經貿依存關係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在政治上 在防務上 台灣卻是越來越仇視大陸 對抗大陸 不就變成一個很不好的情況 反而用大陸的人民幣 來買美國的武器 東盟不就有變成這樣子情況 一樣嘛 所以他等於把台灣的模式 要複製到東盟 他等於用台灣的模式 告訴東盟十個國家 你們看嘛 台灣就可以啊 一邊透過與大陸的經貿 給台灣很多會台 EKFA還是造走啊 所以台灣還是得到很多經貿的利得啊 台灣的外匯的存體 還是不斷的增長啊 從大陸這邊得到了好處啊 然後再利用這個好處 那麼增強台灣的自我防衛 然後跟美國買武器 然後與大陸對抗 而台灣人民 也越來越視為說 我跟大陸做生意 也沒有什麼 然後跟大陸對抗 很正常 對 他們覺得這不是兩面人 這個也不是投機 這個反而是有聰明 而且國民黨也這樣講啊 那台灣民進黨也如此說 國民黨也如此說啊 而且不只這樣 連新黨都如此說 現在新黨也是這樣 經濟上靠大陸兩岸和平交流 先交流 至於統一何時發生 能拖就拖 甚至就盡量不要提 對然後 因為大陸的這個做法 於是就讓這些所謂的投機分子 這時候真的找到了他們的天堂 他們的熱源 所以他們就順著這個入手 那大陸等於不斷的把資源 挹注 挹注給 給台灣 讓台灣 增強更大的 反中 仇衷 抗中的能量 對不對 然後美國看在旁邊哈哈大笑 好那現在美國把台灣的這個模式 用到東盟 然後關到東盟十國 告訴你們 莫怕 秉中期的問題雖然很好 你們不要怕 大陸還會繼續為 跟你們之間 保持一個非常熱絡的經貿的往來 不會矛盾啊 你們從大陸這邊 能夠得到許多的經貿的利益 這都會維持的 但是 你們記得 在安全 在國防 在政治上面 你們跟我美國走在一塊 我們一樣的反中仇衷 抗中去圍堵大陸 那這樣子的話 你們進可攻退國手 沒有變成 抗爭這個戰鬥 台面化的時候 你們從中國得到了很多經貿利益 那一旦抗爭白熱化的時候 大陸已經把你們都養肥了 所以你們這時候回過頭去 跟著美國一起對抗大陸 還可以分一杯羹 所以東盟的國家當然會跟著走嘛 這不就是過去 在滿清末期的時候 很多的西方的國家 就抱著這個觀念啊 反正我現在一樣去 在中國 切蛋糕 分蛋糕 對不對 我得到貿易通商的利得 然後 機會一到了 我就集結起來 然後去發動戰爭 然後跟你中國要東西 要你中國簽條約 然後從中國分到更多的蛋糕 不是要玩這個遊戲嗎 對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當年滿清末年 我們說是因為中國實力真的不夠 現在是中國實力夠 可是呢因為愛好和平 結果最後竟然還是形成了一種 講好聽叫做會與各方 講南京變成有點賄賂的會 可是呢這樣的會 是不是就能夠求得真正的和平與安全 對不對 現在情況變如此 我認為中國大陸對於台灣 甚至中國大陸對日本韓國 一樣維持一個高度的經貿往來 然後並沒有把中國大陸 現在優勢的經貿能力 拿來作為 使這些國家能夠臣服的武器 反而讓這些變成是 我挹注很多資源 給這些國家或地區 讓這些國家地區 跟著美國一起來反中 一起仇中 一起抗中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要檢討 檢討這個戰略上 要不要做調整 尤其是我認為重點還是台灣 如果說今天中國大陸對台灣 仍然採不斷的 韓國瑜那時候在美國 就已經直接說了 我經濟靠大陸 然後國防靠美國 他已經說得很白了 趙少康也這樣講 繼續繼承這一套 對 那這個說白了 就是從大陸得到經濟的好處 然後這個好處跟美國買武器 那回來幹嘛 對抗大陸 對抗大陸 就這樣嘛 好 那你既然連台灣這個問題 都被人家看清楚 是這麼搞的 那你這時候 如何讓東盟的國家 最後會導向選擇的是大陸 而不是美國 有道理 因為台灣畢竟還是中國自己的主權領土的部分 他是絕對的內政 可是對於這個內政都還可以如此懷柔 那當然其他這個東盟國家就更加會學習這種兩邊搖擺的投機 所以我們再回過來到台灣 我們自己中國人的台灣 現在看起來從Pelosi一度什麼陽性 後來又轉陰這個鬧劇過後 在上個禮拜上演的是所謂美國跨黨派的國會議員 所謂六大咖也跑來台灣 那大陸內部其實在這一系列的過程 也開始有很多媒體人提出一些觀點 認為說這樣子下去 就算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慢慢的來追求一個比較理想化的統一進程 可是美國可能不會給我們時間 所以最後可能戰爭還是會爆發 現在關於這個台海之間 恐怕還是會衝突的這個論調呢 又開始熱烈起來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胡錫進的這個文章 有他的價值存在 就大陸整個的戰略觀 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戰略思維做一些調整 我們就大哉問 你面對了美國想要兩面作戰把中俄一鍋端 美國要在台海聲勢 對 可能台海要發生戰爭 中國人準備好了沒有 很明顯中國人沒有準備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出手了中國怎麼應對呢 但是我們剛才提的問題 大家就沒有想清楚嘛 你如果真的 台灣這邊走的就是台獨的路線 兩岸的之間的地理距離不變 心理距離越來越大 現在基本上台灣的年輕人你說 沒有 沒有百分之九十 沒有百分之一百 也有百分之九十 是抱持的反中仇衷抗中的概念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不要有準備 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一個戰略的準備呢 你要不要把你的戰略思考把它給換一換呢 所以今天如果台灣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那會擴展到南海 會擴展到東海 你為什麼美國更容易把日本韓國 把東盟的國家 把它全部變成一個 跟著美國一起來圍堵 遏制消耗中國大陸的一個集團 就骨牌效應會發生 一定會發生的嘛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整個的戰略思維是要改變了 好那美國基本上 你可以看看 美國現在戰略做法非常靈活 有時有虛 我記得我當時在跟秉中在節目中在談的時候 我當時就說裴洛西 他應該是美國的虛操 他只能試探一下 大陸的反應 來測試大陸對一個中國的底線 到底在哪裡 這他放出一個裴洛西 要到台灣來訪問的消息 而這一消息一放出來 也試探到大陸的底線了 大陸不管是外交部還是國裁辦 甚至大陸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的說法 解放軍的說法都已經看得出來 裴洛西如果來了 那大陸勢必會有激烈的行動 當然啦 如果裴洛西真來了 這個球就丟到大陸手裡了 對又會就是又卡住了 我先測完了 然後我現在不來 哪一天我又來了 對沒有錯 所以裴洛西呢 美國就採取一個叫做 盤馬彎弓固不發 我裴洛西這支劍 到底要不要射 不知道 但是我盤馬彎弓了 我隨時可射 我也隨時可不射 那我可射可不射 這一次用的是裴洛西染疫啊 來疫沒辦法來啊 取消啦 但是每兩天 裴洛西病毒檢測就變成 因啦 病毒是檢測因啦 所以裴洛西又好啦 又生農活武的跑出來 不影響裴洛西的政治活動啊 好 那又擔心台灣內部採生疑美症 然後接著進兩步退一步對不對 進兩步是裴洛西 那退一步是裴洛西不來 對 可是六大咖來 所謂的六大咖 參眾議員六大咖來 他還是進囉 請注意他還是進囉 進兩步退一步還是進一步啊 還是進一步啊 對不對 我這等於逼著你紅線往後退嘛 我等於他測試你的紅線 真實的紅線在哪裡 對不對 因為真實的紅線跟我嘴巴講的紅線 我嘴巴講的紅線可能是一個範圍 對對對 那這個範圍裡面 他不夠清楚我要再測 真正的實質的那一條清晰的紅線 對 在哪裡 所以他進兩步退一步他發現 我把這個魔物的紅線往裡壓縮 對不對 所以不見得原來的紅線變 但是至少紅線周圍那個魔物地帶 我要再測 被壓縮啊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什麼程度 你的你的容忍程度到哪裡 所以他這時候的六大咖到台灣來 你看看帶頭的團長 或者老二的這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崩然得知 他們所講的都把台灣講成國家 他就明白這兩國論啊 甚至提到美國應該更積極的 與台灣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個就鼓吹兩國論啊 對對 然後他們也完全不忌諱啊 然後這些所謂的美國的政客到台灣來 就是見了蔡英文不到24小時 見了蔡英文 見了就吳釗燮陪同 到台灣的國防部門 又去看台灣的軍方了 對看軍方嘛 然後還提出來說 華航現在要買客機 華航應該跟美國波音買客機 那明顯的來台灣做業務啊 對不對 不但做軍火的前客 也來直接做商業的前客 所以對這個來說也有利啊 所以這六大咖來了 下面很可能繼續 弱意不決啊 但是有人會講說 那我們就忍住嘛 就是知道他們也是為了賺錢嘛 所以你們只是搞錢又怎麼樣呢 我們就不要隨之起舞啊 我們如果說你弄了一些事 然後我們就被挑動了 那我們不是就所謂落入圈套 那但是也有一些大陸網友說 可是如果照這個講法 那如果有反應就是落入圈套 那不是永遠不要同 這不就變矛盾 對啊所以就是說 你今天在戰略定律 你不要弄到最後 變成什麼事情都講戰略定律 什麼事情都談戰略定律的話 戰略定律這句話就沒用了 就沒用了 你就等於大家認為 戰略定律就是一個 你自己欺人的說詞吧 對不對 所以到後來變成 你談戰略定律 那美國在那邊喝喝笑嘛 對不對 那你談戰略定律就沒有意義了吧 所以這時候要面對問題 我就胡錫的文章最重要就是 要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能再自己騙自己了 對不對 我自己用什麼戰略定律 敵不動我不動 敵不動我不動 下面一句是什麼 敵落動我先動 對 那如果說敵兵你還要早動 那怎麼辦 所以你除了要談敵不動我不動 你還得先談敵落動我先動 你做好這個準備沒有 這個胡錫心的大哉問啊 對不對 你只談前面的敵不動我不動 叫戰略定律 對 你有沒有談胡錫心下面的大哉問的問題 就是敵落動我先動 是 敵落動我先動 就代表我真的做好動的準備 對不對 而且我不但做好動的準備 我還可以在你準備動之前 我就先發自人 我就動了 我就把你解決掉了 這是胡錫心的問題 是 是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大哉問 把它問得更清楚一點 嗯 就是用這 這個我們王陽明講的這句話 來做詮釋吧 敵不動我不動 在內定律 對不對 泰山崩於頂 不動顏色 這個叫敵不動我不動 對 可是敵落動 敵準被動 我就得先動 我要做好動的 完全的準備